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宜君 带您关系印度Delta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尤其是在英国、美国等地是持续蔓延 可以看到受变种病毒所苦的英国 现在就宣布解封的时间可能要再往后延了 英国首相强森14日就宣布 目前的防疫限制会再往后延一个月 而原因就是因为印度变种病毒正在迅速传播 如果不再管制一阵子 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数千人的死亡 也因此英国最新一波封城的日期将会延后到7月19日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现在的疫苗到底对变种病毒有没有效 可以看到外国媒体就引述了这份官方报告 提到有42名因为感染印度变种病毒死亡的英国民众 竟然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已经打过两剂疫苗了 这样的报告一出炉就引起国际的关注 也有很多民众想要问 不是都打过疫苗了 为什么死亡率还这么高呢 甚至是担心目前的疫苗 对于预防变种病毒效果会不会打折扣 带您听听英国医师的观点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它的分母多少 它的分母是高达3万3千多人 3万3千207人感染了印度Delta这个变异株 中间有42位死亡 它的case fatality rate是0.1%左右 就是所谓的病例致死率是相当相大 有可能是印度病毒株进来的国家 那大洋洲其实现在目前也有一些是印度病毒株 我觉得除了路径管制之外 就是说一定要做所谓的加强它的这个筛检 对于这些进来的这些国家 一定要再做一下基因系列检定 看看它是不是属于印度株进来 第二个就是说基加检疫措施 对于变种病毒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严格 已近感染的人会残播 因为已近感染到症状感染中间 就会传染很多人这样子 好的回到棚内 可以看到印度变种病毒已经被英美等国试景 是目前最值得关注的高传染性病毒株 那么到底有没有能够防堵变异病毒的疫苗呢 近期国际就传出了好消息 可以看到美国生技公司Novavax最新的公布 他们研发的疫苗已经来到第三期临床试验了 结果显示这种疫苗针对变种病毒株的保护力 可以高达93% 这边要特别提到的是 这款美国疫苗用的就是叫做次蛋白技术的制程 除了有安全性比较高的特点 在温度保存的要求上也比较容易进行运输 那么国内的高端跟联雅 其实用的也是这样的技术 不过目前这几款疫苗都还在试验阶段 下一步有没有办法大规模量产 并且取得紧急授权 成为变种病毒的克星 成为后续关注焦点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新闻议题 我们下期再见